超強卡斯奇劇靠著精湛演技 讓台劇華登初上 一推出就大獲好評 出品公司更接力推出實境秀 讓演員們挑戰野營 就為了提高IP影響力 帶動周邊商機 不只台劇 韓劇也靠著實境秀 眼神手指熱度 藝人的自身形象 同樣能創造IP商機 甜心教主王欣霖 在中國節目上重新詮釋 當年經典曲《愛你》 勾起不少人的青春記憶 再度獲得關注大爆紅 還陸續接下實相代言收入破億 如果是一個偶像明星 他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所謂的品牌代言 或者是開演唱會的時候 能夠去帶動整體的城市發展 像是肖淨屯今年收下陸相代言 還跨界推出品牌聯名 近期將事業重心轉往中國 也接下許多大型演出 進漲至少三點四億 遊戲禁女王稱號的Ella 依然很有魅力 拿下拔桑彈岩 影視歌三期 粗鼓鑽進進藝圓 哈姆克魯斯也靠著電影 捍衛戰士票房刷新紀錄 光是片酬和票房分紅 以及串流平台等收入 賺進三十億新台幣 還連帶讓電影爆紅 動漫IP也是一大商機 日本知名動漫海賊王 受歡迎到拍成真人版電影 IP總價值超過臺幣六千億 漫畫銷量打破紀錄 還設立海賊王主題樂園 另外像是神奇寶貝 火影忍者就算動畫完結 周邊商品還是很熱賣 面包超人更替兒童食品代言 Hello Kitty和小熊維尼 形象深植人心 產值更超過兩兆 數字晶圓都帶來了漂亮神蹟 華視新聞學姐 江英文台北財政報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